嗨 我是可恩 自從我上次爬那個3999塊的MacPad Pro之後 就有人來問我說 欸 bro 我只是想要上個網課 不用3999了嗎? 有沒有便宜一點點的? 有 1999塊的華為MacPad 11 跟上一次的MacPad Pro是同一期推出 同樣都是Homer OS 2.0 但是價錢便宜好多啊 更加適合學生 老實講的MacPad 11跟MacPad Pro的配置相差是蠻大的 首先就是 屏幕尺寸 屏幕材質 內存 處理器 電池 還有揚聲器 無論你走看又看上看下看 MacPad 11都是比較低配的啦 但是有一點是MacPad 11比MacPad Pro好的 就是刷新率 MacPad 11的刷新率是120Hz 就是說你在使用體驗的時候 上面會更流暢 打game更順 或者是你尤其在寫筆記的時候 特別有感覺 所以我可以總結 MacPad Pro 屏幕大 畫質更美 娛樂體驗更好 MacPad 11 小巧容易攜帶 更加適合做筆記 下網課最重要是價錢還要便宜那麼多嗎 香 那除了MacPad之外 這一集我會一起講買這個 最新款的MacBook第15 所以基本關於這兩台的配置 你們應該都懂了啦 那這一集我就會換一個Pattern 就是用比較輕鬆 比較Vlog的方式 去給你們看看我一天到底怎樣 教他使用MacPad跟MacBook 然後給你們做個參考 最近愛上吃藕包 你看早上一顆藕包 加一杯果子 會有一種莫名的幸福感 然後拿出我的MacPad 11 裝上鍵盤 吸上M Pencil 早餐配YouTube BEST 吃完早餐呢 我就會寫下今天要做好的事情 跟大家推薦 我在MacPad最喜歡用的這個App 它叫做Touch Notes 在AppGallery上面就下載到了 它書寫功能蠻齊全的 鋼筆字啊 毛筆字啊 Hightlighter啊 甚至是把手寫字變成電腦字也可以 上次講過的一筆成形 在這邊也用到 你看我畫一下這個圓形 它就自動變成圓了 而且我因為122刷新率的關係 加上支持低至2毫秒的低延遲啦 它寫筆記會很順滑 也基本感覺不出延遲 但是這個App是唯一的缺點 就是切換Note的時候比較麻煩啦 那做好了筆記之後咧 如果當天我是有影片要上的話 我就會開始準備YouTube探討 比如說這張照片 然後我就會用到兩個Apps 一個呢就是美圖就秀 一個就是黃油相機 如果你們不會用Photoshop 不會用Illustrator的話 你們想要做YouTube探討 你們可以直接選擇這兩個 超級容易 OK 首先我們打開美圖 然後把照片放進去 然後這邊呢我就會做一些微調 比如說打亮人臉啊 然後可能就會磨皮一下啊 這樣磨完皮打亮了之後 我們就把它移去Edit這邊 Cut out這個功能就是 把背景跟人區分開來 OK 它會是Auto Detect的 但是有些部分它是沒有Detect到的 所以就放吧 好了之後我們這時候就可以 開始放Strope 就是白色 那美圖就做好了啊 我這時候就會把它丟去 紅油相機 紅油相機咧就是一個 可以放很多不同字體的Apps OK 把剛才的照片導入進去 然後我就可以開始放字了 這邊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可可愛愛的字體 你們都可以自己選 我選這個粉紅色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午餐 香醬油泡麵 我的習慣咧就是只要一吃飯 就一定要配戲 所以沒pack了喔 它就出場了 只要沒找到想看的戲 我的飯就會一直放著 你們應該跟我一樣吧 所以最近在看我Netflix上面的電影 我個人比較喜歡看 懸疑科幻片類型的 剛剛看完這個time trap 時空穿越的主題 真的很好看推薦 然後套真的好看 那我看到一般Netflix信息 主要咧就是講AI機器人的 繼續看完下去先 那平時我也是會用平板去看Facebook啊 IG這些的 這樣Facebook是沒有問題啦 就是打痕這樣子 可是IG它現在沒有觸到是可以打痕的 所以當你打痕的時候 它的畫面是長這樣 這樣如果你打直的話 就回復正常喔 我就要轉過來這樣子 不要再黑了啊 清醒一點 做工剪片 其實我不是每天都會剪片的耶 我只有週末可能是 或者有太趕的影片的時候 我才會自己剪啊 這時候我就會打開 倒露好的剪影 Best editing app ever 倒露一些我之前拍好的片 然後我就會開始慢慢剪 那通常呢 我會在MacPad直接剪的片啊 都是一些比較短的視頻 可能大概就是2分鐘左右的 那如果那個影片太長的話 超過5分鐘的話 我的Laptop就會登場了 華為Mapbook第15 那這一款是新款的 它跟上一代最大的不同喔 就是它升級到 第11代的Intel Core處理器 那其餘包括好像屏幕尺寸15.6吋 重量1.56kg 87%屏占體 摘一邊框等等 這些全部都跟上一代一模一樣的 OK 那電腦版剪接的話咧 我之前就已經下載了這個 剪映專頁版 就要把MacPad的這些素材 搬來電腦 這樣怎樣做咧 不需要用什麼Cable 我只需要用這個 PC Manager這一塊 這邊連接Tablet 它就會searching for nearby tablet 然後按MacPad之一 連接好了之後 它其實有三個選擇的 Mirror Extend還有Collaborate 這樣我們現在要Drag File Drag File就是Collaborate咧 然後 看到嗎 我的Mouse就在這邊了 我只要過來 它就會在這邊出現了 OK 這樣我們現在就選File 看到嗎 它就會出現在這邊了 放手 它就是copy 我根本不需要用到Cable 各位 OK 已經copy完了 我的File全部都在這邊 然後打開剪映 我們就可以導入素材 上一集 上一集 上一集3.0的時候 我就已經講好 那個應該是最後一集了 我應該不會再拍了 Sorry講錯了 那用電腦來剪接的話咧 就是屏幕更大啦 然後你可以再打Subtitle 還有做一些特效的時候 就沒有這樣勒 眼睛也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如果我剪片剪到一半的時候 我突然想要參考別人的影片的話 我就會把剛才的那個PC Manager的Mode 換成去Extend Mode 整個介面都已經變成我電腦的介面了 然後我的滑鼠 你看我滑鼠在這邊 過來過去 這樣這邊我就可以拿來search一些別人我想要參考的影片 然後這一part咧 我就可以繼續剪片 比如說我這邊開MKBHD的影片 然後我只要把它這樣子拖拖拖 它就出現在Matepad這邊了喔 ok然後我這邊可以一邊播放 我這邊就可以繼續剪 這個Extend Mode的東西咧 其實我在上一支影片已經有教過大家 你們不懂的話你們可以返回去看啦 那它這個好處就是我不需要一直開TAP 關TAP換來換去 我直接這樣子同時間進行 從一個小Screen 變成了一個大Screen的即時感 ok 我可以做得到 你可以做得到 是M2 這是今晚的晚餐 現在是晚上十點半 我已經沖了涼吃飽了 然後換了睡衣 等一下我才去卸妝 那每天差不多到這個時間咧 我的Matepad就會變身成為一個遊戲機 阿Kent就會拿它來玩它最愛的Genshin Impact 這樣我們等一下就問一下阿Kent 到底為什麼他要用平板來玩遊戲 為什麼要用平板來玩遊戲 為什麼要用平板來玩遊戲 為什麼要用平板打遊戲喔 Screen怕 有Tboard呢 不用放住 不用拿住 不用拿住 自己搶手 OK 以上就是我的Matepad11跟MatebookD15的一天交叉使用體驗分享 自從我開始用平板之後我真的是發現 用平板真的是讓我生活有效率了 以前我什麼都要打開電腦嘛 但是現在我只需要翻開平板 就可以開始處理事情啊 就好像我們打開手機一樣降熱差 當中就要有需要處理一些比較複雜的東西 我才打開電腦 而且它們兩者之間是可以交叉使用 然後無縫連接 根本不需要Cable這點真的很方便 所以如果你是剛好在想 你不應該買一個Matepad 或者是有沒有剛好需要一台Matebook的話 你們就可以參考這支影片 那之前也是有人問過我 他們應該買Matepad11 還是買Matepad Pro 12.6吋那個咧 個人建議就是 如果你是馬來上網課的那種學生一組 我是建議Matepad11啦 畢竟價錢也是比較friendly嘛 但是如果你是對著娛樂體驗有要求的人 那你就Go for Matepad Pro 看個人需求OK 哦對我好像沒有講完它的價錢 這個Matepad11共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128GB 一個是256GB的 128GB 1999塊灰色 256GB就是2399塊 青色 其實我個人建議 128GB就夠用了的啦 反正你們也不會在平板上面存太多東西 對不對 Matebook D15的話 它就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第10代 一個是第11代 有興趣的話 你們就自己去逛網看 我們下個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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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讓你帶來的 我們下一個小時